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文解字说 同男有罪曰奴 奴曰同女曰妾 从千众省生 他的意思是有罪而成为奴仆的男人 六叔归类是行生字 雌性是名词 在历书楼寿碑做这个字形 楷书是写成这个字形 同除了是有罪的男奴的意思之外 常常隐身有其他的意义 比方说 未成年的奴仆也叫做童 在李密陈情表中说 内无印门无耻之童 这个童仆的童 后世也有加人字旁 而成为童字的 意思完全相同 例如书童 也可以写成书童 童也可以当小孩子讲 孟子静心上 排题之童 不管儿童 孩童 幼童的童 都是指小孩子 童呢 也有愚昧浅漏的意思 例如童婚 是指愚漏婚昧 另外形容光秃秃的样子 在汉书的《公孙宏传》里说 山不同则不合 这里的童 是指光秃秃 一棵树也没有 《易经大序》中有 童牛之故这句话 童是指 还没有长出脚的小牛 韩玉晋学姐 头童始祸 童是指秃头 所以童也可以当动词 是始光秃的意思 苏氏东坡至林中说 童东山之木 童就是砍发始光秃的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内蒙茜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山 杨茜茜 在《同性的高性原则》里说